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我的免许 不要进我的办公室 傅叶辰 你这两年对我的脾气越来越大 我是不是该离婚了 雯夕 签字吧 为什么 因为我不爱你 跟你在一起这五年我受尽了折磨 雁臣能不能不理 雁臣不要 不要 雁臣怎么办 我还是舍不得离开你 雁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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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叶辰 傅叶辰的女朋友 就这一下 是前女友 早在五年前 傅叶辰就跟我结婚了 正月连月也 他根本不爱你 你凭什么这么说 他打电话让我回国 说忘不了我 被叶辰赶走 还是你主动离开 你应该知道怎么选 主委 傅副局长 傅局长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 好的 谢谢 你跟他没吵架吧 昨晚他到我家喝了不少闷酒 什么都不肯跟我说 没有 行吧 你们夫妻的事啊 我也管不了 总之 有事好好商量 你喜分申请 调去二组 为什么 碍眼 可是 我一直都是你的副机长 在工作上我们配合默契 这是我的要求 不是跟你商量 好 傅叶辰 我们离婚吧 初音夕 你随时准备着离婚协议 来威胁我 离婚跟调组没有关系 我只是觉得 离婚对我们俩都好 好 那就如你所愿 跟你飞完艾尔兰 回来之后我就搬家 既然快离婚了 就没有必要一起飞艾尔兰了 会安排别人跟我一起飞 初音夕 你最好是真的要离婚 副机长 怎么最近都没看见处副机长 他被调去了二组 你们夫妻党一直合作的挺好 这分开 太可惜了 我已经决定和他离婚 还有 我并不觉得可惜 楚音夕 把我这件衣服拿去干洗 我明天要用 楚音夕 傅叶辰 我搬走了 老公 你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被售后员缠着买了条项链 看你喜不喜欢 不喜欢就扔了 谢谢 我很喜欢 楚音夕 以后不要随便请我 好吧 您好 您播教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楚音夕 把你拉下的东西全部拿走 副机长 能麻烦你把楚副机长的东西交给他吗 你自己去 我不想跟他再有瓜葛 可是我联系不上楚副机长 他不在公司 听说他昨天都已经离职了 您不知道 东西放着吧 我会转交给他 楚音夕 你这是让我主动去找你 想得到没 楚音夕 你终于肯出现 你终于肯出现 怎么是你 叶辰 我回来了 你回来跟我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有关系 我现在也是云厅航空的副机长 以后可以做你的搭档 天天跟你待在一起 叶珊珊 我有搭档 而且我已经结婚了 但你根本不爱楚音夕 所以我回来之前 给他打了电话 让他识趣一点 别缠着你 原来是你别的跟我离婚的 叶辰 我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 自作聪明 我的事情 还轮不到你来插手 副一辰 该不会是喜欢上那个女人了吧 副机长 您这个大忙人 怎么突然想起我来了 帮我找个人 谁 楚音夕 你老婆跑了 别废话 现在就去找 你不是不喜欢她吗 跑了不是正好 我找她 只是为了跟她去办离婚 好彻底摆脱她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听说叶珊珊已经回国 看来你跟她要再续前缘了 我离婚 和叶珊珊回国是两码事 你别混作一谈 行行行 我先去找人 罗小姐 我想知道 她是干什么工作的 她是机长 医生 是有什么问题吗 她大脑病变 记忆力也在持续衰退 必须停止飞行住院治疗 医生 住院的话 她就能痊愈吗 得先观察几天才知道 另外 要尽快做手术 你先准备至少一百安手术费 芸汐 你一定要好起来 你是谁啊 芸汐 你别吓我 你真不记得我了吗 我好像见过你 你是罗奇 我最好的朋友 芸汐 你还记不记得她 我不记得 不记得也好 你先好好休息 我有掩饰 要出去一趟 芸汐 我为什么最先忘记的 不是你 芸汐 芸汐生病了 需要你的照顾 生病 什么病 你是她丈夫 连她生什么病都不知道 还好意思问我 以前没病 一闹离婚就生病 你以为我会信 我管你信不信 拿一百万给我 她需要动手术 拿钱可以 让她自己来找我 她现在在医院 根本没办法出来 算了 算我看透你了 你根本不在乎她的死活 麻烦你转告她 她可以回来跟我认错 我也许会原谅她 楚芸汐 我倒要看看 你能闹到什么时候 叶辰 听说你下午有航班 我特意去庙里求了平安符 叶辰 我们等下又要一起飞航班了 这个平安符给你 保佑我们两个平安访航 这次不就收下了 下次别去求你 把心思放在工作上 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叶辰 楚芸汐的消息查到了 她得了脑损伤 在住院 你也被楚芸汐收买了 我骗你干嘛 千证万确 我在医院查到了救诊记录 楚芸汐 苦肉记都演上了 你是后悔要跟我离婚了吧 我只是想问问你 什么时候有时间办离婚 我想尽快把离婚办了 离婚又是离婚 行 就今天吧 我一分钟都不想再等 怎么了 副业陈机长 紧急任务 由于特殊原因 有同胞滞留国外 我们云厅航空前去支援 好 你准备一下 楚芸汐申请临时返回机组 前往进行支援任务 同意申请 你想干嘛 知不知道这种任务很危险 你真是在关心我 还是怕我在机组 影响你跟叶珊珊的关系啊 随你 哟 我们丑大街长扯的出现了 还真以为你离职了呢 你谁啊 我跟你很熟吗 没关系 我很快就会把这些全部忘了 叶辰 你也疼我了 叶辰 你是在利用我 故意接触一戏吗 有这个必要吗 也许是我的错觉吧 九九新闻给您带来最新消息 据前方记者报道 被困国外的数名同胞 经过云亭航空公司的援助 以平安回国 云亭航空公司在本次援助中 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储副机长 我们支援任务远满完成 今晚有清工业 你来吗 我只是临时帮忙 就不去了 要不你回公司来上班吧 机组的其他人都很舍不得你 我也挺舍不得大家的 但是 还是算了吧 楚云熙 闹理一直有意思吗 你怎么会这么优质 拿这么重要的工作跟我斗气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储副机长 你是不是不舒服 让他演 看他能演到什么时候 芸汐 你疯了 断了三天的药 你是拿自己的命在开玩笑 我头好疼 芸汐 芸汐 叶晨 能和你夫妻一场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以后我不在了 就让叶珊珊 替我来照顾你吧 楚云熙 又在搞什么鬼 喂 替我来照顾你 怎么会梦到楚云熙 暂时阴魂不散 楚云熙 明天下午四点 民政局见 别躲着不敢来见我 芸汐 你终于醒了 都还疼不疼 不疼了 芸汐 你犯什么傻 你明明知道身体已经不行了 你为什么还要去参加支援 小芹 那是我的使命 我不能不去 芸汐 你这一辈子 能不能为自己好好活一次啊 芸汐 还是下辈子 我感觉 我这辈子 你是没有机会 芸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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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一个小时了 还不敢来见我 楚云熙 你应该也知道 自己这次闹得有点出格了吧 为什么我的心脏会这么难受 副机长 你也收到消息了是吗 消息 什么消息 我听说楚副机长去世了 追到会定的下周三 他死了 他死了 怎么会 这才过去多久 别拿着这种事来骗我 副机长 楚副机长真的去世了 我用那招骗你干什么 你不信的话 自己去医院核实吧 喂 楚云熙呢 叫他接电话 他已经死了 别再骗我了 现在我真生气了 今天 这个婚必须理 叫楚云熙马上来民政局离婚 不然后果自负 副机长 那你就等着吧 在那等你一辈子 楚云熙 我不会再陪你玩这种无聊的游戏 从今天开始 你所有事情 与我无关 叶城 看你好像不太开心 今天白夜生日 喝一杯吧 叶城 今天楚云熙已经不在了 你跟我结婚好不好 他没死 是躲起来了 况且 我还没跟他离婚 你为什么要这样骗自己呢 难道 你真的爱上他了 我怎么可能爱上他那种女人 我只是不喜欢他那样戏弄我 楚云熙 叶城 给你介绍一下 楚云熙 你怎么这么犯贱 还没离婚就勾搭别的男人 你谁啊 怎么一见面就骂人啊 傅叶城 你发什么神经 这是我女朋友夏婉 不是楚云熙 楚云熙 你现在就跟我回家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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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叶城 楚云熙已经去世了 我还去参加了她的追悼会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接受现实啊 我不信 你就是楚云熙 不要再骗我了 你把和气晃来骗我 还有意思吗 傅叶城 你个混蛋 云熙刚死 你又在外面找女人了 你对得起云熙为你做的一切吗 云熙爱了你五年 她才刚走 你就开始找别的女人了 我什么时候找别的女人了 楚云熙不就站在这里吗 她虽然长得像云熙 但她不是 你们俩别演了 辗转这么久 不就是不想离婚吗 傅叶城 云熙是我亲自送去火葬的 我能不清楚吗 你不愿意相信的话 那就一直活在梦里好了 走 先跟我去警察局 然后再去离婚 叶城 你要去警察局调查可以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 你就得跟我女朋友陪你道歉 我不会错 这下你总信了吧 快跟我女朋友道歉 喂 飞车 什么人啊 楚云熙 看我不把你找出来 导具做的还挺真 您好 您播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您稍后再播 sorry 几天不见 怎么落伯成这个样子 你来干什么 前几天找你 不见你人 今天刚好路过 来看你在不在 关心你一下 你怎么样了 我很好 不需要你关心 叶城 你要是 喜欢我女朋友的话 我就把她让给你 反正我跟她也是风场作戏 无所谓的 我才不喜欢 况且 我和楚云熙 还没离婚呢 你要是想离婚 不是有各种办法吗 请个律师 打个官司 父母就离了 我要她跟我去民政局离婚 我看你啊 就是喜欢楚云熙 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 叶城 对女人不能硬着来 女人哄哄就好了 开什么玩笑 让我哄她 我现在对她 没有任何感情了 对她没感情了 还把合照 摆在桌子上干嘛 要是我 就甩就了呢 麻烦你把相框扔出去 副机长 听同事说 你来医院找我有事 是的 朱医生 之前 您有没有接诊过 一个叫楚云熙的病人 嗯 我找找看 那您先找 等会儿我们见面聊 副机长 你要我查的人 是这个吧 嗯 这位病人跟你一样 也是机长 他由于长期精神处于 高度紧张状态 换用脑损伤 并且有恶化的趋势 还非要去参加 志愿任务 那他现在在哪 人已经不在了 副机长 你也要注意身体 平时飞航班回来 要注意休息 知道了 谢谢朱医生 你也要注意身体 喂 副约臣 上次我生日被你搞砸了 你不应该再请我吃顿饭 不请 叶晨 别喝了 你是机长 待会儿还要飞航班 耽误工作怎么办呀 芸汐 对不起 我错了 下次不喝了 那就好 芸汐 你回来好不好 我们不离婚 然后我重新把你 调回航空一组来 继续做我的副机长 叶晨 我再也不能飞航班了 对不起 芸汐 芸汐你回来好不好 芸汐 你发什么疯 技长不干了是吧 你发什么疯 技长不干了是吧 白燕 你来的正是好时候 陪我喝酒 来 以前军会逼你喝酒 你都不喝 现在怎么突然一下 喝这么多酒 白燕 楚芸汐真的死了 以后我再也见不到她 她也做不了我的副机长了 叶晨 你不是对她没感情吗 一直都嫌楚芸汐烦 现在她死了 你应该开心才对 芸汐不在了 我一个人有什么意思 喂 宝宝 你现在在哪儿啊 我在副业城家 那我来找你 好 唉 宝宝 你在里面吗 芸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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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离开我 好吗 好 我不离开你 唉 唉 医生 情况怎么样了 她和那个丑小姐换了一样的 是丑芸汐吗 是的 不过她没有那个丑小姐的群众 以后还是先不要让她飞和慢了 好 叶晨 你干嘛 回家 芸汐还在家等着我呢 蠢芸汐已经死了 回家也没有人管你 你胡说什么呢 芸汐就在家 就在家等着我回去吃饭 芸汐 你不是在家等着我吗 怎么跑过来了 走 我们回家 好久没吃你给我做的饭了 好 叶晨的病这么严重了吗 叶晨 你生病了 必须要住院 等会芸汐做好饭 给你送过来 我没病 叶晨 听话 好好在床上休息 你的病不好 我会很伤心的 你不是想吃我给你做的饭吗 我待会回去就给你做 宝宝 你难道真的让我扮演夫叶晨的女朋友啊 眼下 只能是这个办法了 叶晨最近状态不好 现在又得了这种病 你照顾照顾她 等她好了之后 我不会亏待你的 那好吧 那我暂且答应你 不过不能太久啊 好 好 叶晨 我给你做了饺子 你尝尝 怎么了 怎么跟之前的味道不一样 好 我太久没做了 手一抖音碰多了 下次不会 没事 只要是芸汐做的 我都爱吃 叶晨 叶晨 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 你要老师回答我 好 你跟我提离婚 是不是因为还爱着叶晨晨 想看她再续前缘 不是 我根本就不爱叶晨晨 我爱她一直是你 你骗人 你根本就不爱我 如果你爱我就不会冷乱五五年 让我一个人难受 芸汐 对不起 是我错了 我以后不会了 芸汐 芸汐 别走 别走 叶晨 怎么了 芸汐 我刚刚做梦了 我梦记你要离开我 你能不能答应我 永远不要离开我 好 我答应你 以前我没给你送过花 以后 我会每天送一束给你 把亏欠你的 都弥补上 谢谢你啊 叶晨 夏婉 你怎么在这 你来干什么 叶晨 她是白眼的女朋友 为什么会出现在你办公室 什么白眼的女朋友 她是芸汐 我的妻子 叶晨 她真的是白眼的女朋友 够了 叶晨晨 以后我们之间保持距离 你和我走得太近 芸汐会吃醋 我不想让我老婆担心 叶晨 你简直病得不轻 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你清醒过来 神经病 别管她 我说了 我们之间保持距离 你又来干嘛 以后你不要出现在航空一组 麻烦你去申请换组 傅叶晨 你好好看清楚 楚云熙的照片 和你现在生活在一起的楚云熙 是一个人吗 楚云熙的脸上 根本没有痣 不 这不可能 这别放着了 也好好对比清楚 我就先不打扰你 每天待在我身边的女人 是不是你的女朋友 叶晨 你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 就可以了 是 白燕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认错人了 我只是将错就错 想让你别那么痛苦 谢谢你 可是到头来 我只剩空欢喜一场 叶晨 你还是要振作起来 我们这些做朋友的 也才安心 让你女朋友离开我家吧 对她说声谢谢 还有 顺便帮我找个人 好 找谁 楚云熙的闺蜜 罗吉 死渣男 你这样强行把我带过来 做什么 我想值得你把云熙葬在哪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楚云熙说了 如果再有下辈子 她绝对不想再遇见你 更不会和你结婚 快说 我不想伤害无辜 如果你把我逼急了 我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 我是不会说的 你在挑战我的底线 傅叶晨 她和你在一起 痛苦了五年 她现在已经死了 你就不能让楚云熙死后 一个人安静地待着吗 你走吧 谢谢你在云熙的生前 对她的照顾 傅叶晨 你已经在家颓废一周了 你还要待这样继续下去吗 芸汐不在了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傅叶晨 你接受楚云熙已经死去的事实吧 自己好好生活 行不行 白燕 芸汐那么爱我 爱了我五年 可我还没来得及爱她 她就消失了 傅叶晨 放下吧 你再这样下去 病情加重 会和楚云熙一样丢了命 那多好 那样 我就能见到芸汐 重新和她在一起了 傅叶晨 你真是疯了 那你就慢慢等死 去见你的芸汐吧 叶晨 听爸妈说 你已经和楚云熙离婚了 过几天我回国 给你介绍一个集团千金 比她好一千倍 一万倍 姐 这辈子 我只爱楚云熙一个人 不会再找其他女人 傅叶晨 你真是有病 芸汐 我来陪你了 叶晨 起床了 等一下该迟到了 芸汐 芸汐 你终于回来了 这次不准再离开我 叶晨 怎么了 芸汐 之前的事情 是我对不起你 请你原谅我 之前什么事啊 叶晨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叶晨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之前 我们当离婚的事情 叶晨 我们都还没有结婚 你就跟我提离婚 芸汐怎么说这么奇怪的话 芸汐 我们真的 没结婚吗 没有啊 你别跟我转移话题 你为什么要跟我提离婚 对不起 我刚刚做了个噩梦 我保证 以后再不说这样的胡话了 副机长 总机长安排你年费四天 你提早做好准备啊 你跟总机长说 我只能费两天 你跟总机长说 我只能费两天 为什么 副机长 请假可不是你的风格 再过几天 就是芸汐的生日了 我想陪她 好吧 芸汐 芸汐 今天你生日 我有件礼物想送给你 礼物 你从来没有送过个礼物 以后 只要是你喜欢的礼物 我都会送给你 突然对我这么好 我有些不太适应 我给你戴上 看看喜不喜欢 谢谢你 叶辰 我很喜欢 芸汐 我可以亲你一下吗 Lunch minister hospitality 聂名 音乐 水 inn которые 都考虑 來 你飞航慢用的物品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为什么要准备一个 老师找借口 进我的办公室 不嫌烦 对不起 我最近记性不太好 可能忘了 你的脑子 能不能起点作用 出去 以后没有我的允许 不要进我的办公室 芸汐 以后别帮我整理心理箱了 为什么 这种小事 我自己就可以 你想不想去看演唱会 当然想 想浩杰那里还有多余的票 我去拿两张 叶诚 你怎么来了 叶诚 我听说你被家人逼迫联姻 特意来找你 叶珊珊 我跟芸汐不是联姻 而是自由恋爱 我跟你已经分手了 麻烦你不要再来纠缠我了 我们毕竟谈过恋爱 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吗 没有 以前我对你的感情 也不是爱情 叶诚 既然如此 我也该放下了 在最后 你能不能答应我件事情 在最后 你能不能答应我件事情 对不起 我不能答应任何事情 当初提分手的人是你 我并不亏见你 虽然提分手的人是我 可我也是卑鄙无奈 难道给我一个拥抱都不行吗 是不是我答应了你 你就不会再来纠缠我 嗯 滚开 从今以后 不要出现在我面前 滚 芸汐 芸汐 您好 您播教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副机长 怎么了 快 帮我给芸汐打电话 喂 楚副机长 你在哪 喂 芸汐 你出来听我解释好不好 我和叶珊珊真的没什么 我爱的人是你 我已经把叶珊珊赶走了 如果你想和叶珊珊复合的话 就在一起吧 我没关系 芸汐 你不要胡说了好不好 我们还约了演唱会 我们一起去看啊 不用了 不用了 我已经向上级申请 今天晚上飞航班 原来 看见爱的人跟别人拥抱在一起 心会这么拖 看来 是时候跟傅叶辰分开了 为什么要把我和楚芸汐分开 芸汐 你要被调到航空二组了 我不同意 你只能是我的副机长 我已经和上级申请了 以后你就跟浩杰配合 不行 我去和总机长说 让他把你重新调回来 这是上面讨论出来的结果 要是不同意把你跟我调回一个组 我就辞职不干了 叶珊你 芸汐 我已经习惯和你配合了 现在让我跟别人会影响工作的 你多习惯几次就好了 芸汐 芸汐 你能不能不要闹了 你说 你要怎么才能原谅我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芸汐 你这是干嘛 芸汐 芸汐 我们分手吧 芸汐 我说过 我再也不会丢下你 会永远陪着你的 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那件事情是我没处理好 我向你道歉 好不好 傅芸汐 你放手 我不放 放开了我就永远失去你了 芸汐 芸汐 难道我重生回来 还是无法挽回你吗 芸汐 回来好不好 别再让我难过了 叶晨 你明天还有飞行任务 不能喝酒 你难道想维他上级命令 背机处分吗 不要你管 叶晨 你怎么了 叶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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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芸汐 芸汐 不要 不要离开我 不要 喂 叶晨喝多了 导致微穿孔 他一直在念叨你的名字 你还是过来看看吧 好 傅叶晨 你傻不傻呀 喝这么多酒 知不知道我很担心啊 芸汐 芸汐 你来了 叶晨 我从叶晨 我从叶晨的眼睛里看得出来 她喜欢你 所以你觉得 她喜欢我 我就应该喜欢她是吗 那我现在就去找她 做她的男朋友 别去 芸汐 芸汐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原谅我 好 芸汐 我们下周 一起请假好不好 怎么 我们结婚吧 结婚 是的 我要向外界宣布 你是我傅叶晨的棋子 芸汐 你还记得吗 我们过年的时候 一起许的愿望 嗯 我记得 我许的愿望是平平安安 你呢 我的愿望 已经实现了 快说 是什么 有情人 忠诚眷属 白首不相离 傅叶晨 我最近一直有在做个梦 梦见结婚之后 你对我很不好 芸汐 梦是反的 结婚之后 我一定会对你好好的 楚芸汐 在我的记忆里 我把你弄丢了 可命运安排 让我回到你身边 这次 我一定不会再把你弄丢了 春芸汐 我爱你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I'll be by your side